我早到在19年12月中 已經在武漢發生確診的個案 在聖誕節時我已經開始覺得事件不對 所以我所屬的政黨新民主同盟 早在1月2日 已經發聲明寫信 要求高鐵應該不要再停在武漢 早在1月24日 我們去到西九高鐵站抗議示威 要求封關 1月23日是香港很重要的日子 四個醫護人員工會 正式要求特區政府封關 在源頭導致武漢肺炎的抗生 但我們的特區政府沒有說 我自己在農曆新年前 已經在海外嘗試採購、搜購 透過朋友去日本偏遠的小鎮買口罩 但竟然可以寄了十多天 到香港的元宵 都未寄到來香港 寄到來香港 我們就透過團購 有些會派發 特別是給一些弱勢社群 你講的是長期病患者 獨區長者、孕婦、相見人士 基層的清潔工友 那些就派給他們 當我們要做的話 香港有些有心的市民 他們看到我們這樣做 他們自己都因為有能力 找得到口罩 除了滿足自己家庭的需要 也捐了一些給我們 透過議員辦事處處理多了出來的物資 再發放給社區裡面那些很弱勢的社群 大家想想那些勞工 他們早上不找得晚 就是掛咀開工 根本連排隊去搶口罩都沒有時間 例如那些清潔工人 我們到區裡面看著他們 他們的口罩戴到起毛粒 你就會知道原來戴了四五天才會這樣 我們就會將這些口罩 消毒酒精紙巾 漂白水派給他們 有些不能出門口 有些長者 身體虛弱那些 我們便找我們議員同事 送上門送給他們 希望他們可以有這些防疫物資 免得過不要去排隊搶口罩 因為有時排完整日隊 出去一天浪費了一個口罩 一個口罩都買不回來 這些也是我們經常面對得到 我們也有很大的壓力 因為區議員的能力很有限 我們不是口罩生產商 所以現在因為有大量需求 其實有些市民因為沒有口罩 無法上班 外出擔驚受怕 都會責爛我們 我們都只能夠盡量跟他們解釋 現在我們怎樣 在我們能力範圍之內 去找這些防疫物資 回來給他們 我自己所屬的西貢區議會 其實很早已經撥款 有差不多260萬去買防疫物資 但買到現在都未買到 之前透過民政事務處 政府那種價低者得 入標的程序 是完全沒有人去理我們 現在我們改變方法 透過跟一些非政府組織 一些NGO合作 透過他們的渠道 希望去買到一些防疫物資 去派到社區給有需要的市民 現在會好一點 近一星期左右 供給量會增加 甚至乎有部份 可能因為看到早前搶口罩 現在我們會收到一些電話 便會跟他們說他們的口罩到了 甚至乎不需要我們去下訂 我們之前很慘 例如新民主同盟 我們十多個議員 夾了二十多萬去下訂 一半好三成好去訂貨 發覺訂了之後就沒有貨到 因為原材料升了 價格又或者被其他人搶了一些貨 幸好沒有被人托水龍 錢就退回給我們 但也慘了 我們以為可以幫到市民去做團購 或者派到口罩給市民 遲遲都未做到 這是有些可惜的 我更加知道有些市民是被網購 有些人騙了 給了錢之後就拿不到口罩 這些都很可惜的 其實這些市民在口罩是否 你做區議員以來的 比較難度的一個挑戰的工作 是從來沒試過 03年的沙士是沒有口罩放的 03年的沙士 那時的特區政府竟然是好過現在的 他們那時做的那個防疫 我舉例 如果要有家居隔離的話 民政事務處不單止通知當區區議員 通知那個屋苑的管理處 那個屋苑的 例如是戶委會 業委會 業主冷法團 居民團體 還帶著一些防疫物資 帶著一些宣傳海報 讓他們可以做一些加強清潔的工作 現在是沒有的 現在衛生防護中心只是靜悄悄地 每天更新一個名單 你剛好看得到就會發覺 我自己的屋苑原來有市民是中了招 又或者他需要做這個14天的家居檢疫隔離 即使不是確診 他可能是跟一些人是在緊密接觸要做這件事 當你看到的時候就發覺 原來他已經在這裏 已經那14天裡面已經過了七八天 哇 那豈不是高危? 那豈不是會變成有這樣的情況 我舉一個例子 就像這個這樣的口罩封套 其實我是用2003年 我已經當時派口罩封套給市民 現在隔了17年之後 用同一個證稿出來用 這真是可悲 我看到我們的特區政府在做防疫 經歷過SARS死過299人 今時今日做防疫抗疫的工作反而退步了 這是很可惜的 買口罩是我過去從政十多年二十年從來未試過 即是搶物資 我甚至乎辦事處訂了100條的廁紙 因為早前亦有市民要搶廁紙 有本地廁紙生產商聯絡我們說可以提供物資 我們都嘗試去做 議員辦事處變成一個小小的超市 去回應 因為在武漢肺炎擴散的情況下 香港出現了好像第三世界國家 才會出現的物資搶購的風潮 這是很可悲的 最後一個問題就好 你提到香港政府不單止對疫情 不通知香港人 看到隔離營和武漢肺炎之間診所 都是這樣靜不靜機 放在隔離人 不讓市民知道這個現象 你有沒有解到 另外一方面都看到 現在出來凡事大小遙行的示威 不是普通的警察出來都是防禍 其實現在香港社會變成甚麼現象 我們看到今時今日 特區政府施政惡劣的情況 就是應該做的沒有做 封關的沒有做 但反而在民居很接近的地方 就去擺隔離營 確診中心 資訊又不適當地發貨給市民 引起恐慌 當市民上街遊行示威 請願想反對在民居附近 建隔離營 我們特區政府做甚麼 就派出一些警察 派出一些防暴警去鎮壓他們 這就是我們政府做的事 03年沙士是怎樣 我舉例 在我自己所屬 西貢區議會的行政區 例如在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在對面海那裡 03年同樣地是用來做隔離營的 但當時民意沒有反彈 民意沒有強烈反對 為甚麼呢 就是起碼當時的政府 有充分的資訊 解釋得清楚 教服眾地告訴他們 怎樣做隔離 我們有人駐守 隔離營裏面的措施 怎樣可以做得 真是發揮得到隔離營的作用 隔離營裏面的人不會逃離 不會很容易地 感染得到附近民居的社區 今時今日2020年的林鄭政府 怎樣做 不告訴你 沒有交代清楚 靜悄悄地在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做隔離營 沒有交代裡面的設施是怎樣 哪些人是去駐守 有沒有風險地 這些隔離營的人 如果逃離出來對社區的影響 所以市民當然反對 當然不會贊成 然後政府便會派出防暴警 去打你 打到你爆肛 打到你流血 打到你收聲 然後又再放更加多人 進去隔離營裏面 現在我們香港人面對一個很荒謬的情況 就是這樣 我當了20年區議員 我沒有想過 2003年的時候經歷過沙士 在17年之後的2020年 又有武漢肺炎在社區擴散 這是根本扭轉了議員辦事處的工作性質 不僅是處理個案 和政府討論公共政策制定 我們做很多防疫抗疫的工作 你會看到現在的派發工作報告 諮詢資料提醒打工仔 上班一族在疫情之下遇到的勞工問題 如何保障他們僱員的權益 上街遊行示威請願抗議 希望要求政府採取一些封關 要求醫管局如何處理他們接受疫症的安排 還有大量防疫物品的派發 有口罩、消毒紙巾、U型聚水器 方便注水杯、漂白水、滴露、口罩等等 這些物資 這差不多是現在佔據了 我們議員辦事處工作的 差不多九成的時間 這不是正常的 但是是有需要的 市民是很急於有這些資訊 和防疫物資去補命 我想說當政府在人民的健康衛生安全 都處理不到的話 其實管治是絕對不合格的 應該要受到市民的譴責 所以當財政預算案說要派錢給香港人的話 我想強調這不是派錢 這是回水 是香港人的血汗錢 給我們一些錢 不是再放在政府 由政府亂去洗 用來做一些基建、大白象、工程 又或者只是討好北京政府 例如搞大灣區、一帶一路 交流團、紅底學校、返大陸 這些是幫不了香港人 亦都不是香港人想要的一些公共資源 對香港人的調撥 這是感受很深 亦都是在很痛苦的情況下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強烈想表達給我們特區政府 當林鄭政府不能夠好好做到管治 甚至拒絕封關 其實是變相直接害香港人的話 請你早日下台 不要繼續有公權力不去運用的同事 還做一些害人的措施 包括不斷撥款給警察去打香港人 這不是香港人要的特區政府 林鄭政府要倒台、下台、問責 要讓另一個人上台做管治 行使公權力照顧香港人的公眾利益 我想經歷過七、八個月的反送中運動 香港人看得很清楚 一個專制獨裁的政體 可以對人權帶來幾大傷害 再加上由19年12月中 開始武漢發現了肺炎的確診 到現在全球的人都會更加深切地 痛苦地感受得到 原來一個專制獨裁的政體 共產黨把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隱瞞疫情 因為這種由上而下的打壓 原來是可以向全世界輸出病毒 影響全世界而影響全球 我想過去很長的時間 我想是沒有世人看得到 原來一個獨裁的政體 是可以對人類聞名 對世界的衛生安全健康 是可以帶來這麼嚴重 這麼深遠的影響 我相信不單是世界各地有些地方 因為中國人被質疑是武漢肺炎的帶菌者 而出現了有排華潮 我相信世界各地的政府 都會很審慎地 痛苦地去檢視他們的對華政策 是否仍是這樣 因為你會看得到 採取一些很遲遲不封關 嘗試繼續讓中國大陸的遊客入境的地方 那些社會的國家 他們受到疫情 武漢肺炎在社區爆發 擴散的危機是很大 你會看到有南韓 有日本 甚至乎新加坡 反而早早封關 你會看到北韓 俄羅斯 那些 你會看到 他們受到武漢肺炎影響的情況 會少一些 這是一個很痛苦的體驗 但是不同世界各地的政府 是要重新檢視他們的對華政策 其實今次武漢肺炎 對中國有很深遠的影響 很嚴重的打擊 政治上 你會被人覺得 你的國民教育是否因為吃東西 這些殘忍的飲食文化 原來可以帶來病毒擴散的災難 又或者現在還在懷疑 到底是否中國共產黨要研發生化武器 而在過程中令到病毒在室室外洩 而造成了人類的災難 兩種情況都會令到 受到國際社會千夫所致 再加上對疫情的隱瞞 再加上對世衛總幹事的收買 令到世界衛生組織的公信力同樣地破產 令到其他國家的政府 降低了他們的警覺性 從而令到他們都出現了 一個武漢肺炎的社區爆發 這會令到中國人 中國政府是受到千夫所致 長遠來說 這種共產黨由上而下 高度集權的體制 一個人的至高無上的權威 牢牢地掌握政治權力 甚至影響到各省市地方政府行政權力的行使 一方面招令直改地要封城封省 但另一方面擔心中國的GDP經濟受到影響 又很闖撮地冒險地復工 這會令到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管治合法性受到很大的衝擊 還有更加不要說 因為各省市現在在大陸有這麼多地方 停工停市 即是足不出門 足不出戶 其實在很短的時間 我們就會看到中國整體的經濟 會受到重創 而這個重創 再加上在中美貿易戰的過程中出現 其實是會令到 你會再說 2025中國製造的計劃 一帶一路 這些中國國力銳實力的向外輸出 我想受到是會重創 你會再想用大灑金錢去收買一些貧窮小國 去給中國推廣一帶一路的計劃 我想都是不能夠得逞 位置 我會提供